好 下一套了 下一套是BRAVETAN 真田十勇士 這套東西其實比較傳統的 傳統在什麼呢 傳統在故事 因為應該是... 馬馬改變 I mean 是維新之後 有馬可能會比較熟 他的文學作品都很集中在日本戰國題材方面寫 我忘記了 之前有一堆的 就是司馬遼太郎 有一堆戰國類的 什麼武田信遠 真田十勇士 有這類的作品 雖然所屬真的有這批人 對 但如果你說將他明顯地帶出一個歷史舞蹈 或者是雷文一些 平民比較好及知道這堆人 好像是真選祖這些 很多時候靠一些小說作品 這些民間娛樂去帶出來 這個可以說 近代為什麼會見到這麼多大學劇 或者其實這類作品出現 其實這個虧人 真田十勇士 就是這個真田恨川 就是這個戰國日本第一兵 其實手下的這班迷之人物 就會都是常見的題材 這部動畫都選用這類的題材 但這部動畫怎麼看都不像是走私實向 當然不會是 這部動畫都不會有兩條女兒在做什麼 我算是女主角和另一個隱者 但對比他的隱術作品 其實他也很忠於動畫的隱術作品 例如《鴻隱化碟》 他的《不合理》 或者《超科學》的程度 我相信他們是不是真的隱者 完全沒有忽視隱者 有幾個是隱者 他們說職業隱者達出來 那是戰士 不要緊的 有忍神就可以了 勇士都可以 這個勇者的職業都可以是道察 所以是沒問題的 大家看看GuruGuru就明白了 我已經不像隱者了 你又不說 那些不夠荒謬 因為那套整套作品也有荒謬的代表 那我們繼續說這套《寄夜》 這套《寄夜》 看到的名字 即女主角的名字 這個 伊佐拉開 伊斯蘭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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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 其實都反過來 這個遠一點 因為是日本神話的名字 所以都猜到 一看到這些女主角的名字 都知道 這些一定有些奇怪怪力量 所以第一集已經看到了第一傳 就是 為什麼德川莫虎那邊 要抓他 或者要他 或者要殲滅神社 抓他 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絕對毀滅力量 大家可以說 即是他 怎樣說 暴走了 當作初號機 雖然他穿得好像妓女一樣 不過應該就不是人有什麼力量 應該是他持有一個 不知道是寶石 可能寶石是他才能用到 那就是這件事 即是Gem Seat 我不知道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說過 他也不知道 現在他 總之 這塊石頭可以引發很多東西 莫苦就要搶 原來是Loyce 大家會探討 其實都差不多 這個比喻不否定理 當然 除了穿得好像妓女一樣的女主角之外 還有很多女主角 不過那些是男 不過那些是男生來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詳細看《無雙》的報告 一篇轉貼的 有賣而負責 不關我的事 對呀你Post出來 這篇太好笑了 實際 這個男主角就是 有個稱號的那個人 那個是誰 薩斯基 有稱號 原非作作 那大家看這個 演過巴西華都會看到 這個變態子 沒有人做的 所以這裡也可能有些 變態成果在裡面 那他用的東西 大家會看到 他拿著一把大斬刀 然後玩一些飛刀 然後他就被稱為 用大斬刀是財狀 你是不是加索了 什麼 大斬刀是財狀 貓頭鷹 那些 原非好像拿一把 不是我講了財狀 不是原非 神經病 我講人文 不習慣講什麼 男主角 那個女主角 大家看到 一開始 一開始 會噴一些東西出來 飛刀那個 有什麼隱犯 什麼未被人傷過 那個 他很快 但是帝仔被人打趴 他沒辦法 對服部半狀 那不關事 之前你鋪得那麼厲害 但是帝仔被人打趴 那我就怎麼看下去 不是的 所有少年漫畫都要做一個 就是很厲害 然後被人打趴 然後努力再打趴對手 我沒看過他厲害 只是打雀仔 那不是的 帝仔不就很厲害 是啊 但是帝仔一定要很厲害 這樣 然後就看到 叫做珍田十勇士 Brave 10 所以相應而言 他都有大量的 跟著十多人 應該是十個臭數而已 應該是十個角色 應該是十個角色 有些人叫AK47 為什麼是AK47 那是AK47 明顯是時光倒樓 看OP 他裡面 就算你不熟悉 你說相關一些遊戲作品 比如說信長之夜望 你會看到珍田街有分之多 他裡面也有兩三個人 是專門用鐵炮類的 就是你要射一射 然後把棉花放進去 塑一塑 輸一輸 不是不是 洗走一些東西 填一些火藥 然後再放一顆珠 即是你看OP裡面 那個人拿槍的動作 還沒出齊 但OP的動作 完全不像是那時候的槍 那時候武器不可以連發 因為道理上 他講那個時代 大家都知道 看戰國有關的 因為積田三層火槍 五層火槍 打武田 不是喔 其實他沒有說過 這個是戰國時代 那些人是戰國時代 這個不是二五三幾年 那些是武田 戰國初期一點 但莫虎成立了 其實比較後期 就是後關元 不知道動畫 但是那些火器都沒有那麼屈肌 即是那些宋朝的神火 飛鴉還沒出來 即是種子動畫的設定 所以就絕對是不合理 有這樣的POW 不過我想說 在這部動畫 既然人們過得這麼功夫 那麼厲害 應該打掉子彈 不是什麼難事多 那些人又如何出場 一半撞多厲害 飛都全部都打碎了 對喔 還有一些槍 可能他研發一些 不會被人打戰熱子彈 即是什麼 那些魔球 貫通彈 然後會看到 伊朗伊朗 即是一堆的 南國女國 可能是南國 但其實她是女主角 那些人 那些人 要看這條路 伊朗南米 就逃了出來 被財壯 勉強叫他救救裝 其實被他癡癒了 就去找一個人 新田恆村 那新田恆村手下 有一幫沒有事 聚集一班人的 他想聚集一班人 他還沒聚集完 那他打算叫財壯 和伊朗南米過來 伊朗南米很常用來擺 不是用來用嗎 怎麼用 穿得好像紀律一樣 你說多少次 大哥 很好笑 這個故事應該到最後 又是打回幕府 應該會 因為你看到 這次應該是打鬥 打鬥 因為你會看到 去扁頭或者是 第一集 你會看到 誰去消滅出魂的神社 那邊應該是伴狀來的 不是金閃閃嗎 看那些財寶 金閃閃 那些財寶很厲害 應該是復步伴狀 即是幕府的代表人物 可以說是 所以 會有 類似最後的打鬥 會出發 當然 十勇士不會全部 為我一個伴狀 一定是財狀 打一伴狀 才會有一個攻守關係 其他人 可以去打雜 但那些人物 還未出發 不同 之後的雜數 就會慢慢出發 我認為敵方應該會有這些角色 會出發 應該不只半狀 一個 原作是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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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漫畫 裡面也沒有這些人 有 這樣可以了 那你一夾就 哈哈 哈哈 這樣 但是 有人說 講小題外話 有人說他第二集那個跳舞 就跳得很好 但是呢 對比原作 其實我覺得他重現得不錯 不要管首歌 他的動作是重現得不錯 跳舞的動作 重現得很足 不知道 就是那個豐修舞 他原作那方面的作畫 他做出來流暢 他當然做了幾個大的美動作 就是什麼一字馬 一字馬的站在那裡 那些什麼 但是 但是 他跳得殺氣 是啊 那個殺氣是什麼 總共大人說的 那所以 那所以 會 殺氣是因為 他喜歡那個女子走 暫在這個立場來講 其實 他在演繹 演繹回漫畫 變成動畫 那個 重製的動作部分 其實他有一定的功能 但是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集中在一條女子跳舞 因為他有開腳的動作 所以才是這樣 還是他的打鬥動作都會是這樣 就是打鬥 第一集就算了 第二集的問題就算了 就是給有馬 你說這些 合理性上 即是厲害的 即是厲害的 大家都叫忍者 財黨忍者很厲害 瞬間轉移 然後復步奔洞走 好我走 扔他轉移 啪一聲 多落後啊 不是啊 可能是不同 引發不同 他不是瞬間轉移 他是殘障術 不是這樣看的 還有之後他說 城裡面被人攻進來 但是你記得好像沒有兵 沒有兵的 是陰軍 喂 日本戰國史上 忍者不是正面打的 是輔助而已 你正面軍隊沒有的 難道他現在不是正面打的 他就是把所有人都拿出去 然後他就偷襲基地 他把所有大忍者拿出去 然後他找一些忍者 那你整天都是兵的 大哥 好像沒有人 那些兵的忍者打 有什麼緣妃啊 那些東西都出去了 那樣 那就只剩下財壯啊 什麼綠龍啊 笑綠 財壯出去了 不過後來講得虧了 就是剩下那些傢伙在 那些傢伙在 然後他隱軍就突襲 因為他有一個控制蛇的女人 在外面 就是引走那些人 然後隱軍就出去找那些 找二三阿咪 所以你見到他會在 真田恆村那間屋裡 在那裡找的 所以見人就殺了 所以就 會有那個混亂的情況 其實他又不算公成的 其實是被捉一個人 所以就派了一個小隊進去 所以就正常 就不是攻打 就是偷襲 這叫 基本上就是聲東激勢 對 但問題是他派了 就派了 定當你財壯 計算財壯的巫女 只有四個人而已 沒有你這麼快 他不知道的嘛 你不知道的嘛 你還要找的嘛 你不會這麼頑皮啊大哥 你RPG一開始的時候 什麼都一個人 那沒事啦 你這樣說 你還說很多問題 你的動作方面也有問題 怎麼說 他的刀 我沒有看完 他刀好像一時打一時細 那那個作品是問題的 不是的 他的刀要開 他本來就封印在刀剎裡面 但他如果開的話 你就會看到有些文字 那他就會開刀 不是的 他的刀好像很薄 但他好像斬藍刀那麼厚 斬藍刀 好像沒有 不知道我看的時候會覺得 如果你對比刀仔 就好像斬藍刀那麼厚 對 你對比他那些虎毛來說 就是他很粗 那些黃之財寶 不是虎毛那些 最想吐租就是敵隊那個女人 就是操控蛇的 又是在自己有優勢之前 說完自己的情況而已 那些叫魯馬而已 魯馬而已 魯馬而已 那些很神奇 又說袁飛走了毒 但他全部沒事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好奇的 你就快死了 沒事的 不是 一般來說 這些動畫就是 打低了敵人之後 你的毒就會自動解除了 不是 他臉就是懶著的 你看到 你看到他好像就是lost consciousness 我也不太記得 漫畫好像有說 但動畫好像就輕輕拉過了 不是 他是什麼呢 看到袁飛就快暈了 然後拍著他的臉就黑了 然後拍到另一個鏡頭 然後到另一個地方 再拍到他的臉就沒事了 他臉就沒事了 就是他沒有交代到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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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那個金頭髮女人 只是未來的 不過有機會在下集 可能他會有道歹去說 應該不會說的了吧 不是喔 你怎麼打低那個女人 你都要說的 他說他圍住了他 用些狼 他在森林那裡說是他的地頭 圍住了他 那你不能走 你怎麼知道 忍發這些事情 就是可以說 他的森林收開桌地 有機會會說的 在第三集 但其實道理上 有一定的合理性 如果他的森林那麼威風 他用些水疾吸下去就可以了 他好像只會送你狼 水疾應該找到光發我國女 應該是水 關他的事 關他的事 變冰的那個 水疾 不是水疾 水疾吸血的 這部份 這部份 反而其他部份 失色了一點 失色了一點 戰鬥方面 有很多不太合理的地方 不知道第三集 我們還沒看的 總觀而言 暫時看上去 其實是OK的 一般的戰鬥 也不是太重的 父女元素 很難看的 定位上應該算是雷正恆的作品 也算 也是 一個女主角配很多男主角 為什麼有 整套的發展 和他的畫風 好像以前那套鬼眼狂都 為什麼呢 這個又 不是 畫風而已 畫風OK 基本上 不是 我覺得他像制服被女 多一點 因為制服處女 沒事 又是最初在街上 男主角碰到女主角 好公式 這裏是女主角做到男主角 有沒有咬著麵包 有沒有咬著麵包 不是 真的是炒飯 還是咬著旗魚 銀魂 那沒事的 但反過來 阿淑然 上次又說 蒼星中 那個修女很煩 反過來 這裏的女主角也是很煩的 其實我一開始以為 這個是丁宮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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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真是 那個傻人 那個傻人 我以為這個是不是丁宮 因為剛開始幾次丁宮 真的 丁宮尋了八聲差不多 看照片 Sorton Sorton 不是這個樣子 肯定不是 你看Double O 那時候 用他自己本來八聲配 尋了八聲 不是這個樣子 這把尖 他沒有這種中間通 他沒有這麼厲害 沒有這麼誇張 他沒有這種中間的通 聲線 聲線 丁宮尋一尋就很明顯 還有我想說 神谷這個角色 很免得像博明龜那一條 那一條 渣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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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前往前被人綁住 然後在那裡 呃 怎麼說呢 如果這樣叫 他的頭向前 應該不會震到後面的人 你叫我叫人 他的頭 怎麼震到後面的人 他不會向前送 應該震到後面的人 即是後面跟他綁住 總公大人就沒事了 你也看到 他不是四個圍住 他只是震了兩個 後面兩個都要打 這裏就反而沒有問題 這裏就沒有這麼奇怪 怪怪 總公有問題 你又是這麼說那些名字 記住POST出來 不然人家真的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但是很好笑 我之前跟他說這個 父女的波好正 是啊 我以為很好笑 大家一定要參加一下這個介紹 但是未更新完 所以大家到時就會再 好啦 我們就去下一道